你知道在《水浒传》中哪个名场面最经典吗? 是家一户小的武松打虎,还是鲁智深倒拔车杨柳呢? 由于影视剧已经播出了很多年,相信有许多名场面大家都已经忘记 不过没关系,在今天这个视频中,我将会一一列出,为大家重温经典 相信你看完后,肯定会忍不住再去看一遍《水浒传》 第十,血剑狮子楼 众所周知,武大郎不仅被潘金莲带了绿帽,还被他下毒害死 于是武松写告状找官老爷报案 可没想到的是,官爷和西门庆是穿一条裤子的 此刻,报仇心切的武松意识到,不用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接着,他先去把潘金莲解决了,人头送到狮子楼下 但对于提问裤子就不认人的西门庆,早就把潘金莲忘得差不多了 看到武松的出现也是一脸懵 但西门庆认为自己都能暴打武大郎,害怕他弟弟不成 因此,面对武松的拳脚,他是真敢怀疑王 结局就是这样,武松报仇成功,但接下来他并没有赶紧逃走 而是选择投案自首,果真是有血有肉,敢做敢当的好看 第九,拳打正关系,相信大家对这个场景特不陌生 也是因为这个片段,让大家认识了鲁智深这个人物 当时鲁提侠听说,杀猪卖肉的正途,把金翠莲玩腻了就要赶出家门 还反过来勒索钱财,这种事哪个男人看见了能忍呢 何况还是鲁提侠,听完就直接找了正途算账 撒家奉小冲净略相公君子,要十斤鲸肉,切成臊子 里面不能有半滴点肥的 是的,是的 这还没完,等着好不容易切完了,又说要十斤软骨,不许带肉 这下正途实在忍不了,就跟鲁提侠动起手来 可他哪是花河上的对手呢 这一拳,大家为了百姓,恶贯满营,强霸一方 居然与正关系自居,撒家打你的脑子,让你清醒 一个不小心,直接把正途打死了 之后便开始逃亡之路 第九,大闹五台山 鲁提侠在拳打正关系后,跑到五台山,但照样天天喝酒之肉 有一次,又喝着大醉,看门的僧人搬他进去,鲁提侠就把门撞开 鲁提侠一发威,连门带河上全鬼 最后引来全四僧人,什么镇法棍法的 各种家伙都要鲁提侠身上招火 可鲁提侠身不仅能打,还能扛 就如金刚罗汉转世一般 但鲁提侠身并没有大开插戒 而是没招到流云 只能说这下是彻底打水 你知道水浒传中的经典场景吗?今天就为大家好好盘点一番 第七,火并王伦 这个场面可以说是林冲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朝盖等人截完双春纲后,上了梁山 想要求得王伦的收留 但他却说什么都不同意 这让朝盖等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丽皇的林冲也看出来了 后来王伦想用银子打发朝盖等人下山 再加上吴用在这拱火 气氛一下就红烧到位了 林冲直接开马 落地穷儒,凶无点目 怎做得了这山寨之主 接着吴用又添了把柴 说林教头,可不要火病啊 林冲一听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原来林冲也有这么狠的一面 就这样,林冲把朝盖送上了梁山第一宝座 第六,最大蒋门神 当年武松被发费至孟州劳营时 认识了管营师中之子,石恩 他对武松礼遇有加 石恩经营着一家快活林大酒店 但被蒋门神给抢了 武松知道后就要给石恩出头 他现在在路上的美家酒馆喝三碗酒 到了蒋门神这儿都喝了四十多碗 故意找他的茶 蒋门神也是黑白通吃的人物 当然不服 结果被武松一套罪权给打惨了 这一池 notre家实事吗? 林冲 为夫 帮忙 赶紧 尝尝 最后蒋门神求饶 并且答应武松三个条件 这才罢休 第五 灵教头风雪山神庙 当时林生的杨子被高压内看上 他调戏了一次不过瘾 又找来了水浒第一不义之人 陆千 合伙作局 欲促成下作之势 也不知道高压内到底得逞没有 总之林冲又忍了 作为一个有血性的老爷们 还是习武之人 有人欺负自己的老婆 不应该直接一刀噶着他吗 怎奈疏欲静而风不止 高求一伙人继续陷害林冲 把林冲充军发配 又火烧草料肠 再派树民杀手尾随 最终激怒了林冲 浩瘾林冲终于应激了一回 第四江州劫法场 毫无疑问 这个片段发生在宋江和戴宗将被问斩之时 眼看坏的手的大刀就要落在两人的脖子上 突然一阵黑旋风从落上起来 人党杀人 活党杀活 这段江州劫法场把李逵的刚猛表现到了极致 也是李逵有史以来杀的最爽的一次 原来在《水浒传》中 还有这么多名场面你没发现 第三 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的故事 大家应该是从小听到大吧 当时武松在阳谷县喝了十八万酒 喝完便往常有老虎出没的井岸港上走 当他走到树林时 小风一吹 头就开始晕乎乎的 就直接睡在了石头上 不得不说 大白天赶在深山老林里睡觉 也只有他武松一人了 果不其然 突然武松被惊醒 看到一只掉星猛虎 这时他自己其实也吓坏了 不过九劲上头的武松 第一时间哪会想跑的 直接就和老虎肉搏了起来 武松先拿棒子跳过去打老虎 可惜棒子打中树叉断成两截 无奈之下 只能赤手攻拳和老虎搏斗 最后三拳两脚打死老虎 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场面 第二 鲁志申倒拔垂阳流 没错 这又是鲁提侠的名场面 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片段了 鲁志申和几个小徒弟在户国寺吃酒 突然听见树上有乌鸦叫 不耐烦的问了一句 你谁啊 喝酒呢 当时几个小徒弟又是爬树 又是扰梯子 想要把乌鸦给赶走 结果都失败了 这时鲁志申站出来说 你们几个废物 直接把树拔出来不就完了吗 何必要这么麻烦 几个人心想 这些牛马肯定是喝多了 但下一秒 这下大家都吓傻了 连往磕头跪拜 这哪是和尚呀 这分明是天神下凡啊 从此之后 道拔吹羊流 也成为鲁志申的巅峰之作 力气大也是他的代名词 第一 潘吉连挑连才一 相信这个片段 对于广大男性来说都不陌生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重温一下 这个精彩场景 在潘吉连嫁给五大郎后 就开始各种嫌弃 所以他把目光转向了武松 时不时的加一挑逗 但武松可是正人君子 便搬出去住了 突然有一天 潘吉连挑开不连 偶遇高护帅西门庆 两位海王过招 自然是招招使命 之后西门庆利用才艺的借口 与潘吉连约会 至于具体细节 在这就不放了 想看着自行查找 之后事情败露 五大桌间反被西门庆所伤 他为败坏名声的金莲 只好想要毒死五大郎 大郎 药好 起来吃药吧 来 喝吧 喝 你喝 给我喝 可以说这个片段 直接催生了一代其数 金瓶梅的诞生 是他为后世的影视导演 提供了大量素材 是他开启了爱情文艺片的拍摄 把它放在第一位 也是理所当然 实至名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还有遗漏的经典场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谁才是用枪最厉害的武将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 三国第一枪神赵云 和西蜀霸王项羽 但其实他们都不是最强的 甚至项羽也只能排在第四 为此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 盘点出十位用枪的 绝世逃手 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 第十 七级光 七级光手中的神威猎水枪 兵天立地 好奇藏尊 有万夫破当之女 据说七级光在与倭寇交战时 因惧怕倭寇的窝刀而张狂失措 于是他在长而多结的毛主顶端 装上铁箱头 两旁之刺用火运烫得有质有购 再灌入铜油 敷上毒 这样就制作成了一个简易版的长枪 而且七级光不光是一位用枪高手 还用自己的枪 今年早平了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 为当时除去了一大害 关于七家枪 曾为明镜歌谣对他称赞 横扫千军威八面 倭寇文风心胆寒 枪扎一线长兵土 金师秦王 七家枪 实力可见一般 第九 杨延招 杨六郎的实力在杨家将中 除了杨七郎之外是最高的了 但杨七郎胜在神力无敌 而枪法方面还是六郎杠枪 杨延招使用的兵器叫做朔寒天钢枪 这把枪是用上等的并铁锻造而成 达到了一上三的长度 枪头细长 就像茂盛生长的炉叶 它的制作材料是用的金刚翠银 这把枪非常锋利 可以击破肩甲 杨六郎就是凭借着这把枪 镇守三官 抵御气弹的进攻 使得杨家将流传千古 并得名三官大帅 而且作为杨家将 他惊涂杨家枪法 领悟了杨家将的成名绝技 终极杀招 鬼马枪 如此武将 过来是宋王朝的晴天白玉柱 驾海紫金梁 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第八 常玉春 常玉春是明朝开国第一猛将 也是明代朱元璋手下 最有名的大将 因为十分擅长带兵打仗 常玉春被称作是长十万 他最擅长的就是枪 当年刚刚投奔朱元璋的时候 常玉春就是靠着枪法成长起来的 他枪法初期 每次都能力战克敌 也被称作是明朝第一枪 但是他的英年早逝 却是一大遗憾 如果能活得更久 相信他能创造出更多的军事奇迹 尽管常玉春的人生历程并不长 但他的战绩也足以被后世铭记 而他使用的兵器 就是一杆骨头扇金枪 这杆神兵配如此武将 真是绝配啊 喊点中国古代十大将神 今天他来了 第七 杨再兴 杨再兴是南宋时期的抗金将领 曾和岳飞一起并肩作战 要知道岳家军是南宋第一军队 而杨再兴作岳家军中第一猛将 他的实力更是不可估量 曾单枪匹马突入敌阵 试图行获金军将领金武术 在骑袭失败后 杀敌数百人冲出敌阵 并最终安全返回 他所使用的兵器为烂人枪 暂且不说其武器有多强 他精通越加枪法 枪法一出 就算是手拿木棍 也能让敌人胆寒 所以杨再兴也被誉为南宋枪神 排在第七这个位置 十指名归 第六 马超 众所周知 三国时期有两位用枪绝顶的猛将 分别是赵云和马超 赵云和马超都是蜀汉无虎 外形也非常接近 都是英俊飘逸的用枪名价 马超的兵器名为骨头斩金枪 因为枪头为六斤骨头形而得名 在西北河堤 枪等游牧民族的战争中 马超和这杆虎头枪 成为了这些游牧民族的噩梦 同观之战 马超十回合拜余晋 二十回合拜张河 击杀李通 百下侯燕 曹洪 曹人等 确实不愧为西凉锦马超 六天之内连续击破五个匈奴部落 战功赫赫 勇冠三军 后来高尔在墨北与匈奴进行大决战 大获全胜取得了傲人战绩 封狼居旭流传千古 只可惜天度赢财 十七岁成名的霍去病 二十四岁时就离开人世 只留下了一句匈奴未灭 何以加为的壮志豪言 他的一生全部浓缩在了征战匈奴的七年 正是这七年回华夏政权 第一次打开了河西走廊 促进了后来丝绸之路的诞生 不得不说 一个中国少年英雄的七年 曾让整个世界为之震动 影响流传至今 第四 项羽 羽之神有千古无二 众所周知 项羽的兵器是破阵霸王枪 虽叫做枪 但它与普通商枪不同 除了有个锋利的枪头之外 两侧多了刃 跟极很像 但是又不一样 这杆神兵长一丈二持九寸 重达一百二十九斤 仅枪杆就有碗口般促气 紫将常人需要两人一起 第三都抬着动 然而项羽天生神力 单手便能使用此枪 后来更是自创出一套无敌枪法 单手十把挑 此后项羽之子枪 在雍丘之战 斩杀里游 大外亲军 巨鹿之战 活捉亡黎 威震天下 横城之战 以三万 进阶汉军五十六万 创下了军事奇迹 最后 该下之战 千古飞鸽 原来在中国古代十大枪神排行中 赵云竟然不是最强的 第三 岳飞 民族英雄岳飞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也许你们不知道 岳飞的武器也是长枪 叫做力拳神枪 名念上说 此枪由力拳的一条神蛇化形而成 威力强大无比 然而真正让岳飞大放异彩的 其实是他的岳家枪法 岳家枪法招式古朴 居重若兴 细吞六合八荒 岳家枪在岳家拳械系列中 占据首要位置 机器方法独特 号称 枪中之王 岳家枪法的动作虽淳朴 但招招至敌 一击必杀 他的独特之处 是将防守和进攻两端融为一体 攻防以此完成 防中带攻 攻中射防 使敌人无还击之力 岳家枪的绝技有 大漠孤音和长河落日 岳武目就是凭此 威震蛮夷 扬名天下 因此岳飞排的第三 也是应该的 第二 赵云 说到用枪的名将 那自然是不能忽略掉 枪神赵子龙了 他的枪法也是十分了得 能突能防 可以说是耍得出神入化 赵云是从汉墨枪神铜渊 写得铜渊绝技 百咬嘲讽将法 后又自创出七探盘蛇将法 他手持一把龙奶亮音枪 坐下赵玉叶狮子 击退文仇 斩杀高揽 大败张河 在著名战役长板坡大战中 他为救少主阿斗 七进七出 杀死曹英将领五十余人 并在百万军中 将额斗救了出来 后又在汉水独败张河虚晃 七十多岁时 力战武将 勇猛无敌 又万步不当之勇 可以说在三国时期 赵云就如天神下凡 他就是那个时代用枪的神 第一 王延章 说到王延章这位武将 或许大家有一些陌生 但是有些喜欢五代十国的历史迷们 一定对王延章略有二文 他作为霍良的大将之一 王延章的实力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可以这么说 他更像是做到了 人枪合一的境界 不仅武艺高超 枪法也十分强悍 王延章手持一杆 一百多斤重的大铁枪 每次出战 他都冲锋陷阵 有死无生 因此被人称为铁枪将 在那个封烟四起 乱世出英雄的五代十国 王延章的实力 仅次于李存孝 在李存孝死后 铁枪王延章就无人能敌了 他率进于晋王大战 凭一己之力 斩杀晋王会下猛将四十三元 后来 王延章跟决定猛将高四季交战 用鬼马枪挑了高四季 令唐军闻风丧谈 从以上的战绩来看 说王延章是历史上 用长枪最厉害的武将 一点也不为过了 当飞将吕布遇上霸王项羽 你觉得谁能更胜一筹 我猜这是肯定会有人说 项羽绝对完爆吕布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两位都是某个时期的最强武将 拥有几乎无人匹敌的力量和武力 但很可惜 由于他们身处不同时期 所以无法直接做出比较 不过没关系 看完这个视频 你便能一目了然 为了让对比更有说服力 我收集了三国级楚汉的大量资料 将他们的综合能力进行一一对比 共有七个回合 第一回合武力单挑 我相信这一定是大家最想看的一个回合 先来点真实的 当他俩在对抗路相遇时 听歌一句劝 千万别拖到后期 好了咱们回到正题 如果两人单挑的话 还真难以比较 毕竟他们都是在各自时代 公认的无敌高手 都是万军从中国 片叶不沾身的那种 在三国演义中 都知道吕布仅凭一己之力 就能单挑刘冠章三人 虽说刘备的战斗力不如两位兄弟 但是关羽好歹也是能随意斩杀华雄的人物 张飞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在三人之联手下 吕布虽然战败 但是却并未被斩杀 这足以看得出吕布的个人战力有多强了 再看项羽这边 众所周知 项羽呢是楚国第一猛将 古人对他的评价都是 羽之勇武 千古无二 这可见战斗力有多强 在项羽的最后一场战斗中 他三战三胜 轻易斩杀敌方三名将领 两次百人斩 首任三百余兵 最后战霸自杀 虽然项羽杀敌众多 但我们回头看看 关羽和张飞同样也是万人敌啊 这样的杀敌数对于他二人并非难事 而吕布却让单挑他们再加一个刘备 其武力并不在项羽之下 但又不一定能赢项羽 因此武力单挑这一回合 不分伯仲各得一分 第二回合 军事能力 虽说两者都是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但项羽创下蓬城之战 以三万精兵破流邦 五十六万领军 拘鹿之战 五万对张含二十万等 许多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力 而且项羽打仗可是多有奇谋的 反观吕布 不论是在演义还是正史中 打仗几乎没有用计的表现 可以说吕布在领军作战方面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 因此这回合项羽胜 即一分 此时的比分来到一比二 暂且西楚霸王领先一分 接下来这回合是综合测试 也是评判二者的关键所在 你知道吕布和项羽到底谁强谁弱吗 现在就进行第三回合的比拼 由于这回合比拼的点很多 我们就快速写准确的过一遍 力气方面 项羽能将七百斤的铜顶轻松举起 而吕布却没举重记录 具体力气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 因此项羽再积一分 剑术方面 项羽鸿沟射六邦 能准确射中三百米外的大火把子 吕布原本射击 只能射中一百二十米外的静止小把子 从出手记录来看 项羽极高一筹 再积一分 武器和坐骑方面 当方天化截队上霸王枪 自然是前者更牛 而两位大将的赤兔和乌锥 都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但是赤兔的名气比乌锥大很多 因此这一轮比拼 为吕布加上两分 第四回合 社会地位 先看吕布 刚开始是丁云的主部 放到现在来说 就只是个秘书 之后吕布刺杀董卓 任职奋武将军 最高光的时刻 就是曹廷任命的平东将军 被封为平桃侯 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员 这样看来 吕布的官是不是当的挺大 当然了 如果官职太小的话 吕布肯定就不愿意干了 再看看项羽 项羽乃是七楚霸王 是诸侯王的领袖 是当时的天下第一人 是著名军事家 中国军事思想 永战派代表人物 其他的不多说 就只靠这一个 西楚霸王的称号 就能将这小小的 徐州霸主轻松碾压 并且项羽还被写入了项羽本纪 要知道 只有皇室才可以进入本纪 而吕布一直都被人认为是三姓家奴 因此 这一回合又是项羽生 看到这儿 或许有小伙伴觉得 吕布已经完全没有胜算了 别着急 在接下来这几个回合里 他还是很有机会逆风翻盘的 第五回合 个人魅力 这回合要从多个方面分析 首先是自己的伴侣 项羽和鱼姬的千年绝恋 到现在仍是一段佳话 至今传唱 然而貂蝉接近吕布 就只是为了杀董卓的连环记 其实根本就不爱吕布 而且在他死后 貂蝉也走了 但是我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正史中的吕布虽然没有那么强 但是为何在小说中 作者却要刻意神化他呢 如果不是因为个人魅力强大 作者真的会偏心于他吗 再看看如今的三国游戏 各大公司将吕布的人物模型 刻画的可以说是堪称完美 而且在各游戏中 都是T1级别的存在 甚至项羽在对抗路 都没有资格看吕布一眼 因此这回合吕布完胜 项羽真的能玩虐吕布吗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第六回合 用人方面 再说用人之前 我们先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下属的 两人都是一方豪杰 手下自然都是谋臣猛将 但吕布常有得罪下属 最终众叛亲离 可项羽却不一样 他对待下属比较宽厚平等 不会刻意去讨好某个有能力的人 因此他手下有很多忠庸之士 但尽管如此 项羽却不善用人 他会去满足 个别有特殊追求的能人意识 导致这些能人对项羽心生不满 而且项羽数子不足与谋 由于泛增却不能用 只能说是太自负 自作聪明 本来可以转着盆满钵满 却败得一塌糊涂 如果他能做到和刘邦一样 从来没有一个标准去衡量 他们到底是不是人才 而是你有什么本事 我就给你什么舞台 或许他就能一统天下了 可惜在他的眼里 只有内分泌失调式的情感与冲动 还有其目空一切的贵族作风 因此在佣人方面 给吕布积上一分 第七 忠诚方面 我相信看到忠诚二词 必然会看不起这个三姓家奴 但我可以告诉你 项羽其实比吕布还不厚道 他曾经逼迫一帝 让出楚都旁城 但一帝很不情愿 被赶往沉县 于是项羽就秘密派人 快马加鞭追上一帝 将他杀死于赴沉县途中 可别人就只是走得太慢而已 因此项羽杀一帝 此乃不忠不义之局 而且项羽连年征战 也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 他对待部下很残忍 对待被征服的地区的人民 也很残酷 再看吕布 吕布杀丁元 自然也是不忠不义之局 但杀国贼董卓 虽然是为了私利 但同时不也是为了除贼吗 要知道 刺杀董卓有多大的危险 因此吕布可是为还有中心 而且吕布为保全天子 还曾推荐天子 召曹操迎天子 更可视吕布为忠臣 总的来说 在中意方面胜过相遇 再为吕布加一分 现在经过七个大会合的比拼 最终的比分是6比5 吕布以一分的优势险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以上也只是个人观点 你们觉得二者到底谁强谁弱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哦